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放羊 迷不 那只小的山羊送给我外公了 他特别喜欢这些羊仔 大家看一下 这里很多 这个葛藤 看没有 这些树叶 这些羊是特别喜欢吃的 我之前是准备把这些羊处理掉的 然后我外公特别喜欢羊 他叫我就不要处理了 他说就带我养了 其实我也很担心 因为我外公他眼睛不好 天然在山上走来走去 我就怕他踩到石 或者是摔一脚 你到时候怎么说 他不好交代 这真的 其实事情想简单也简单 想复杂也复杂 这三只全部都是母羊 这只羊 我送给外公了 然后这只是我的 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 要不要给这三只母羊配个种 去外面找一只猪一只 或者是买一只公羊回来 大家觉得这个要不要去弄呢 这里很多羊分 我外公说这个东西可以用来 当做肥料特别好 这个羊分还是蛮多的 产子下面这么多 还是有一只油腿 现在这条路上 都要发动了 让我看起来 因为我看起来 其实看起来 还是能不能够 这条路上 是真的 这条路上 都要头发动了 这条路上 一开始我外公是里面把这些穷背下去的 这看起来太太麻烦了 外公还是背了一倍了 还是背了一倍了 我其实是想全部用车运的 现在我们这样走 直接下面垫一个薄膜 这个太扯太扯 哇 哇 太扯太扯太扯 太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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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完美 这个这个还是挺轻松的 全部下来了 现在这边种田的话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大田 这个是关于是非是多少 这个东西我没经验 刚问了下我外公他说这里面种的是萝卜白菜 然后还有葱大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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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啊 这个 这个